解放军号称当代最强战机 两架歼20呼啸而过 在大陆的长春航空展前先秀肌肉 大陆这一次说要展示20系列战机战力 但是听起来这主要舞台却是在8月初的围台军演 运游20和歼20歼16的同框状 在此与大家分享 拿出这三机同框照 说要展示大陆新一带的运游20空中加油能力 但是这拍摄的时间地点就是在围台演习时 在台湾的海空域拍下 台海演习的画面也披露了 来自王海大队的歼20战机和来自杜凤锐大队的歼16战机 参与到演习当中 所以今天在现场呢 这张发布的这张同框照算是把这个故事讲完整了 此时把8月初的对台军演拿来当作大内宣的题材 随后大陆官媒报道更多次提及共军飞越台海 纳入实战化演习范围 祖国在我们心中 台岛在祖国怀中 金20 歼16 轰6K 运游20等震翅台海 提升了空军实战化训练水平 事实上这一次大陆空军开放展示活动最大卖点就是这架运游20首次公开对外展示 运游20是运20的改装版 而运20的载重量可达66吨可以装载一辆主战坦克 是具备战略能力的大型运输机 而运游20的总载油量可以超过100吨 大陆之前就放话 有了运游20能让歼16等战机绕行台湾飞 它标志着我们国家依托这个大型运输机平台 发展这种特种飞机 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空军加油技术是一个战略技术 别人不会来帮助我们的 除了运20还有歼20 这被大陆视为王牌战机的歼20 这一次还会展示单双机飞行 解放军一方面是在空军大受肌肉 一方面又宣布新一波军演 26 27号要在福建莆天进行实弹射击演练 明显是要恫吓台湾 但是大陆国防部还先一步强调军演的正当性 明显是想要将军演作为对美日议员接力访台的反制行动 先骂美国再骂日本 美国作为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 应当也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日方附和美方设台消极言行 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 是极不负责任的 指控美日大乱台海 但是最近确实看到亚太区军演频繁 从环太平洋军演后 还有太平洋直隆军演 美国还分别参加了印尼南韩主办的演习 一直延伸到澳洲 也联合了17国空军举办代号漆黑的大练兵 尽管各国都宣称是例行演习不算特例 但是时机敏感 一点风吹草动都被放大解读 TVBS新闻综合不懂